严格 马可马上就要上课咯 马可你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妈妈 大家好 嗨 老师好 老师好 在这儿找一个老师说老师好 老师好 妈妈 妈非常选择的小朋友 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马可 很好 你能介绍 你几岁了呢 我今年 谢谢你啊 哇 你很厉害呀 非常标准 真是老师 看老师表演你 谢谢老师 要去糖果乐园了 妈 老师 我帮老师找到小兔子吗 小兔子在哪里 你给老师识识 大家都知道最近小马可一直在努力地学习中文 所以我就想趁上达铁 也趁上他有这个学习的热情的时候呢 也学学数学思维 咱们中国有一句话呢很有意思就是 学好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 对吧 于是呢 在当地朋友推荐一下呢 给小马可报名了这个 L Glass Case公司的视频课 让他们先上课啊 然后呢万年正好回来了呢 我给他做饭 他爱吃面 我给他握了两个鸡蛋啊 很多地方说家鸡腿 咱们今天加个鸡蛋 两个鸡蛋 今天面是阳春面啊 咱们的阳春面非常好吃啊 最后呢加点菠菜进去 香菜葱花我已经给他切好了 作为点缀 哇 树树的 爱心的下面都一样吗 一样吗 爱心的下面一样吗 不一样对不对 一个圆的一个心 是不是 这个是不对的 对吧 那哪个是心形啊 你帮我把爱心和爱心干在一起 对 那你把爱心和爱心放在一起 你把心形都放在一起 哪个是心啊 这个是心 把这个拉过来 对 这个放这 这个圆的放这里 对 真聪明 哇 马克真棒 圆的放这边 来 绿色的按钮 有绿色的按钮 对勾 哇 哇 尔克真棒 完成了 能帮我把他们的颜色 颜色 颜色 都放在一起吗 你要找五角星 五角星 王那在哪里啊 那是哪个肉身的 你看啊 嗯 这个是什么颜色 蓝色对不对 爸爸先帮帮忙 好好好 好你去想吧 那我不管你了 你看老师还说我了 你看我走了 我不理你了 哈哈哈 没事啊 如果你不回来 可以问我 对你问问老师 怎么回事啊 我不管你了 我跟你哥哥弄饭了 羊春面 阿光的爱心羊春面 这名字怎么样 朋友们有没有要吃的啊 快来 你看 行 差不多 画龙点睛啊 给他来点香香的芝麻 醋是必须有的 行 你姐爸爸 不客气 你姐爸爸 不客气 其实可以给他来点臭豆腐汁啊 哈哈哈 哇 哇 羊春面 啊 这就是 你又要吃了 吃了 他原来真的是一口都不吃的 现在吃的老香了 你说 行啦 吃吧 啊 行 吃去吧 吃去吧 你去你那屋 去去去去 去吧 去跟哥哥吃去吧 哈哈哈 哎 喜欢吃面啊 其实我也喜欢吃面 但是不敢吃现在 糖油病 是吧 过两天弄个炸药面吃 太想吃炸药面了 哎 弄点肥肉丁哈 骨花肉咽 嗯 nice 那说吧 你真的要吃吗 你真的要吃吗 对 哈哈哈 你还要吃一点点 如果要吃一点 对 对 对 你吃什么 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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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 你看什么上课 剩了一口 没人吃 没人吃 就扔了快浪费 只能我吃了 我尽量不腿了 哈哈哈 大家看着我都不好意思 吃的 吃的 对于一个纯正的北方人 就这面条是很重要的 但是由于我这个自身的身体 有毛病吧 这个疾病的问题 糖尿病 所以呢 这些面食呢 几乎都不吃 不是不想吃 是不敢吃 但是今天有这么一个机会 吃上一口 我觉得真的很幸福 甜在嘴里 暖在心里 真的好吃 虽然说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但是真的就是好吃 但是真的就是好吃 没了 一口就搞定了 我为了 应该给你剩点 算了嘛 下回来你坐吧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月月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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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有礼貌 好了 宝贝去休息一下你的小眼睛 老师和爸爸聊一聊好吗 好 你去休息吧 去吧 你还想学呀 你还想学呀 老师找我去 好 宝贝 好了 你可以和妹妹一起玩 你去跟妹妹玩去吧 月月老师您好 我是孙波 您好我是月月老师 刚才呢 给乔马克上了一节课 月月老师的感受呀 是我们的宝贝其实非常的聪明 它的反应速度 学习能力 还有理解能力 都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呢 还有它的空间思维特别好 爸爸应该会发现 当老师教了它 横和速的方法之后 马上就能够去进行相应的一个位置推理 但是呢老师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们宝贝做正向的推理是完全OK的 但是一旦倒过来 需要宝贝逆向推理的时候呢 对于我们宝贝会有一些难度 所以啊老师建议您平时可以多去动炼小朋友的这样的一个逆向思维 好我明白了 您这边对于我们宝贝数学学习上面有没有什么预期呀 希望小朋友能够提升哪些方面的能力呢 您也知道啊就是说国外的教育体系呢 理念呢跟国内是不一样的 国外呢更注重于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自理能力 但是呢他们缺少一些硬件上的辅导 硬件上的知识 拿这个小马克来说啊 他是4岁的孩子 跟一个国内4岁的孩子来比呢 他的自理能力和自主能力肯定更强 但是他的知识方面 我觉得绝对不会超过国内的孩子 因为国内的孩子打小就开始培养 上各种补习班啊教各种东西啊 我觉得国内4岁的孩子现在应该 应该简单的数学可能都会了吧 在这边的华人朋友有上邻家课了 所以说他给我介绍 我就感觉应该去让他培养一下 孩子聪明 而且现在这个年龄段正好是一个智力开发阶段 需要咱们家长推波助澜 给他一个环境给他一个动力 让他去学习东西 所以说这也就是我 为什么想让马克通过您家学习的一个原因 第二呢就是我觉得 他作为一个中国和乌克兰混血的孩子 中文本身也不行 在学数学的同时呢 又能把自己的中文巩固一下提升一下 我觉得这是一举两则的事情挺好的 我非常感谢他对我们这边科学体系的一个肯定啊 一个方面呢我们是正能做海外数学思维教育的 那一方面呢能够给到小朋友一个 他不是枯燥的 是在游戏的过程当中去学习的 一方面能给到小朋友可视化的一个学习动态 他能和西方的一些学习的形式闲接上 但是呢相对来说会给到小朋友一个更完善的科学体系 这是我们能够更多的给到马克的 同时也是爸爸说的 一举两则的一个事情 对 对 在我们的一个教学的过程当中 把马克的这个中文也给他一个学习的环节 没错没错没错 再说老师都这么漂亮可爱 我觉得马克孩子们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也会提高的 谢谢您岳岳老师辛苦您了 不客气不客气您这边也辛苦了 好不辛苦好嘞 那我们就再见咯 再见再见好嘞 谢谢您谢谢您拜拜 拜拜 拜拜 Airclasscast这家线上的课程平台呢 是当地华人朋友推荐的 他们的孩子呢也在这边上过课 挺锻炼孩子的数学思维的 目前试询课下来呢 我们对他的教学方式和老师的教学水平呢 都比较肯定 他们的老师呢确实也很有耐心 小马克中文水平不行 老师呢就一直在鼓励和引导马克 我觉得呢这种一对一的教育方式呢 非常有针对性 如果坚持下去 乡系一定会学好的 归根结底吧 咱们作为父母 都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多学一点知识 知识就是动力 知识是力量的源泉 孩子们学好了 大家都高兴 如果您想让孩子提升数学思维的话 可以扫描二维码或者点击下方链接 预约免费的试询课 感谢您的观看与支持 哈哈吃完了啊 现在吃完了马上上课 这一大盘吧 嗯 嗯